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样是关于中国农业问题的 不过与过去不一样的地方 是今年一号文件有一个往常都没有特别强调的重点 就是农业的种子问题 种业的发展在一号文件里面被首次单独提出来了 要求要打好种业的翻身账 就是要把种子这个行业变成世界领先 去年12月在北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 其实习近平已经特别强调这个问题了 习近平说要开发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 看来这个种子确实成了中国农业的 现在的一个大问题 有一个大困境 2月22号中国国务院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 农业农村部的副部长叫张陶林 他说总的来讲 中国农业用种安全是有保障的 风险也是可控的 这个说法和一号文件和习近平的说法 就有些不一样 咱们说到底是习近平夸大其词 一号文件夸大了这个种子的难题 还是国务院的官员在隐瞒这个真相 根据中国种子贸易协会CNSTA 发布的2019年中国农作物种子进口贸易资料 显示2014年到2019年中国种子进口量是6.6万吨 出口是2.51万吨 中国对养种子依赖度达到多少 72% 美日经济新闻曾经引述广东省 一个种子业的企业负责人说 除了水稻 我们是世界第一以外 其他的种子多少都存在卡脖子的问题 这个呼应习近平的讲法 这个种子非常难搞 他是这么说的 这里特别要说 农业这个种子的问题 其实不光是粮食的种植行业 其实也包括牲畜和秦类 根据大陆媒体公开一些报道 中国玉米育种的自给率最薄弱 中国粮食主要产区在东北 黄淮地区 黄淮地区种植的玉米 主要是美国先锋公司的 叫仙玉355这个品种 东北北部地方 就黑龙江那边种植的玉米 种子主要是从德国进口的 像仙玉335为代表的这种羊种子 一度占有吉林省玉米种子市场的70% 蔬菜种子对国外的依赖度也非常非常的严重 和这个相当令人困惑 因为中国人喜欢吃蔬菜 到处都是 对不对 根据中国种子贸易协会的数据 2019年中国蔬菜种子进口 是2.24亿美元 占农作物种子进口总额的一半以上 所有这个羊种子基本对全部品种都涵盖 本土前十强的这个种子公司 这个企业市场占有率其实只有15% 比如说中国有一个马铃薯之乡 黑龙江省七七哈尔市的克山县 它种植的这个马铃薯就是土豆 大部分都是来自美国的这个一个品种叫大西洋 种植面积有三万多亩 占全线这个种植面积的一半 还有这个蔬菜之乡 山东寿光 羊种子所占的份额一度最多 高达80% 现在慢慢在降 也有30%之多吧 14亿中国人平时吃的白萝卜 这个中国人吃最多 种子大部分是韩国进口的 还有辣椒 通常是以色列 甜菜和黑麦草 这个种子 对外依存度95%以上 西兰花 国产的只有5% 大部分是日本 还有俄罗斯的葵花籽 什么油菜籽 估计占到中国市场50%吧 俄罗斯从今年1月开始 提高了油菜籽和葵花籽的出口 这个关税税率 所以从以前的6.5% 提高到30% 很多中国的一些企业 陷入困境 另外就是还有生猪 在中国养猪 从业者的眼睛里面 这个种猪 就跟晶片一样 他们也管它叫猪晶片 中国的原种猪 很多其实都是进口 1994年以前 中国本土的猪 还占中国的90%以上的市场 到2007年 这个数字下降到多少 2% 目前中国的猪 主要是国外引进的所谓 叫杜长大 什么叫杜长大 就是美国的杜洛克猪 丹麦的长白猪 和英国的大约克猪 三个字 杜长大 另外 这个有个布瑞克 这个农业大数据 这个谈的 2020年 中国种猪进口总量 超过2万头 创下历史新高 大家想了 这个2万头很少 中国 这个 每年养的多少猪 上亿 光种猪 这个规模就有1000万 2万头 不值一提吧 但是呢 专家告诉我们 关键的问题啊 在于 这个种 非常精良 它不在数量多 中国这个养猪产业呢 是全球 可以说是最大的 这个猪肉市场 占全球的一半以上 消费也是一半以上 中国养了上亿头猪 但是呢 中国人在市面上看到的这些猪啊 其实就是这些进口种猪的 孙子的孙子 往下走 所以它是有一个叫阻代的问题 是吧 就是它进口的这个猪 这个种猪 用于什么呢 用于 繁殖种猪的 简单来讲就是这样了 是吧 如果就是有人说了 如果遇到像2019年 非洲猪瘟这种影响 再来一次的话 可能会造成 四代种猪的 叫团灭 就意味着 至少在四年时间里面 种猪的数量会供不应求 这个时候 如果国外对中国 实行什么种猪禁运 那影响很大了 中国人吃猪肉 这个就很成问题了 这个每一代的种猪养殖 它都需要一定的时间 所以中国有些专家说 这个猪晶片 比半导体晶片更难搞 2020年底卸任的 农业农村部的部长韩长斌 他曾经说 中国的阻代机 几乎全部是进口的 2014年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匡迪 他也说 现在北京烤鸭 99%是英国 这个樱桃骨鸭的鸭种 所以中国农业 有很多种子 都是进口的 所以明白了中国农业 这个种子 为什么有这样的困境 你就大概知道 为什么习近平 强调这个种子问题了 你也能明白 为什么今年 中共中央的这个一号文件 会特别特别强调 这个种子的问题 说起来很讽刺 中华文明依靠农业起家 也一直号称我们是农业大国 但却陷入了一个种子的困境 种子的困境表面上看起来 问题不大 多买点就好了 或者我们可能吃点 种没那么好的东西就完了 但实际上 它对中国 尤其对中共 所谓大国崛起这种战略 它可能构成很严重的影响 很严重的冲击 因为2020年 中国从外国进口了 创纪录的粮食 说明中国自产的粮食 已经无法满足中国本身的需要 当然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那么说中国是人均耕地面积 非常非常少的一个国家 虽然国土面积很大 但三分之二都是高山 荒漠 高原 四更范围 只占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 所以中国需要很高的一个单产量 来维持本土的粮食供应 以前中国的农村 它主要依靠家庭农场的金耕细作 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的投入 但大家都知道现在工业化转型 尤其在东部中部地区 转型之后 劳动力它也会跟着 转到这个城镇的工业地带里面去 农村劳动力缺乏 就是老人 孩子 妇女 就是一些在农村继续种地 这个金耕细作的这种方式 已经没有办法维持了 那另外一个办法是什么呢 就是靠先进的种子 种下去 单产量特别高 这个怎么高法呢 以中国进口最多的 比如说大豆为例 中国大豆的单产量 就黄豆 只有美国的大概六成 这原因就在于那个种子 其实大豆种子就是转基因了 简单说 美国这个孟山都 它这个转基因的大豆种子 它有什么呢 它抵抗除草剂的特性 每次大豆生长的时候 那野草也跟着疯长 所以美国办法就用飞机 喷洒除草剂 喷完了以后草都死了 它大豆它可以继续长 就是抗这个除草剂 中国东北地区 对转基因大豆 这个种子的依赖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对不对 中国目前当然会限制 其他的转基因的种子 比如说大米 小麦等等 但如果缺粮特别严重的话 可能这个政策 也不得不加以改变 但是种子的问题 其实不仅仅如此 我们刚刚只是讲的 经济和具体的这个事情 比如说我们说这个中国水稻 以前现在中国水稻的种子 号称是世界领先 因为中国自己培育的 那个杂交水稻的品种 据说是非常不错 但杂交水稻 它通常两三年 它就退化 所以农民必须去买新的种子 这个就和转基因大豆的情况一样 每年都要跑美国来买新的种子 这个其实引浮了一个很大的危机 就是说如果这个种子的供应链断掉了 怎么办 大家知道中国历史 美国两三百年就有一个大的政治和社会危机 但是即使你再大的危机 中国农村经济 就是这个经济基础 通常不会被彻底的破坏 当然原因就是小农经济了 简单说吧 说到种子问题 就是每个农村都有自己的种子 每个农民都有自己的种子 每年粮食收获之后 农民会选择特别好的那些 留下来当种子 所以种子它是自产的 自给自足的 你其他地方天塌地陷 怎么回事 我管你那么多 我本地的农村 我可以继续他们自己的生活 它这种生产 但你如果想反过来 如果种子是一个由中央系统供应的 农民没有自己的种子的时候 你发生同样的全面危机 你就会陷入巨大的困境 而且它会引起连锁反应 这个是非常可怕 以前是分层级的 每个小单位都是自足 自己自足 就现在是中央控制 大家都全部被拴在一条大铁链上 然后维持平衡和稳定 一旦中央这条大铁链失控 全部都完蛋 所以现在中共面临的这个种子危机 很可能它涉及到这个国家和这个种族的存亡 然后中国的杂交水稻 曾经出口到一些东南亚国家 后来被当地的政府就叫停了 原因是什么 就差不多 因为你这个杂交水稻产量是高 但它一旦高 那农民就会选它 一选它 它就会排斥本地的品种 对不对 最后本地的种子会不会被全部排斥 就没有了 所以我每年或每过两年 我都要去中国买这个杂交水稻的种子 那当地政府就会想了 一旦有什么意外 比如战争 或者我跟你这个大陆 中国大陆关系不好怎么办 那我这个本地农民还种什么呀 我种子都没了 所以这个呢 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也是中国现在面对的种子问题 是一样 对吧 当然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就是要自己掌握这个种子的技术 育种的技术 好了 那中国为什么自己培育不出这种好的种子呢 官方 这个新华社下面有个半月谈 他分析说 国产种子被卡脖子 主要卡在五个方面 第一 原创性 这个种子相对稀缺 就是 就是野生的那个种子 原来这个原产的这个种子太少了 比如玉米 中国玉米的种子资源先天优势不足 玉米是每周这个原产的 随着玉米品种的推广 种子退化严重 只有种子资源丰富 才能培育出更多市场需要的新品种 第二 这个资源精准鉴定能力很弱 中国农科院 副院长叫万建民 他介绍 中国农业农村部成立了一个叫 作物种植资源保护与利用中心 保存这个资源总量突破了什么 52万份 据说 号称世界第二 但是呢 完成这个资源精准鉴定的 还不到1.5万份 也就是说你收了很多 但它是什么 怎么回事 你还搞不清楚 第三呢 现有的种植资源 保护不够 第三次全国农作物 这个种植资源 普查 15年到20年 初步调查在湖北 湖南 广西 这六个省区 有375个县 71.8%的粮食作物 地方品种消失 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问题了 其中不乏 优质的 抗病的 耐济 耐搏的 特性的品种 种植资源保护 面临挑战 第四呢 就是基因 挖掘能力弱 中国科研人员 已经做了一些工作 但在挖掘真正有用的基因方面 还有在提高 目前创制的 有突破性的 这个种子 非常非常少 还有呢 就是科研企业 机构 缺乏有效的协作 他说国际种业 早已进入 分子育种 工厂化育种的阶段 中国还是 用常规育种的手段为主 主要看什么 主要靠眼睛看 去手去摸 然后种在这个农村 都在县里头 自己开一块田 这个育种 分子 标记 开发 与辅助选择 建种 杂交 与胚胎 这个花药 培养等等 这种遗传 转化 基因 边际 分子 育种 等等 这些技术 在农业方面 应用非常非常的少 当然这是官方的说法 我想加上一点 其实说穿了 就是投入少 没有知识产权 科技成果 利润 分享不足 中国的种子科研机构 和种子公司 都是国营企业 没什么利润 对不对 国家对种子研发的投入 非常少 中共那边最强大的 这些生物科技人才 都在搞什么呢 病毒 人类基因 什么超级战士 搞这些东西 对不对 这方面官方投入 大量的资金 这个种子研发 投资就非常非常少 另外呢 一旦种子技术 有什么新东西出来 这个所有的产权 全部是政府的 比如说中国 有个杂交水稻 很厉害 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 虽然说中国近年 给了他很高的荣誉 给一些钱 但说实话 和这个市场的利润 和这个商业化的 这种带来的好处 这个差别太大 对不对 这个问题 其实和其他中国科技行业 遇到的情况 非常非常类似 中国现在采取的一个办法 怎么办呢 大概也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 就是从别的国家 连偷带片 比如说台湾的蔬菜水果的种子 有七成多已经转移到中国大陆去了 对不对 同样 中国也从美国 日本这些地方偷种子 甚至跑到田里 科学家跑田里去偷的时候 被人抓了个正着 以前我在广东的时候 见过一个老记者 他跟我说 他跟我讲 你知道中国咖啡和橡胶 这些东西都哪来的吗 我说不知道 他说全部都是中国派人 到马来西亚 到印尼 给偷回来 他还讲了具体怎么偷的 是谁偷的 他把那故事讲了 也很有意思 也就是说 那个是五六十年代就开始干了 不是现在干 现在只不过也开始 就是大规模要做了 对不对 但随着全世界 对中共的盗窃技术 越来越警惕了 对不对 中国的这种方法 偷的方法 可能就越来越不好使了 好 我们今天先跟大家讨论这么多 非常感谢 以后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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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